凤林镇水车路2号的上午一栋民宅发生了火警意外 消防局接获民众报案后也派出了人员到现场灌救 历经了一个小时后将火势扑灭 所幸并没有人员受伤 而起火原因和财务损失 目前正由消防单位调查当中 1月2号上午大约10点半左右 华林县消防局接获民众报案 在凤林镇水车路的一栋独栋透天民宅 一楼冒出火苗 消防局获报之后 随即派遣凤林 寿风 万荣 以及光复四个分队 十一车紧销十一人前往现场灌救 凤林镇水车路23号住宅火警 本分队派出四车五人到达现场 现场是马戏建筑约两层楼 一楼已经火势全面燃烧 立即护现实施抢救 其室内无人受困 于十一点十二分 火势完全熄灭 消防人员抵达现场时 发现屋内没有人受困 大约十点四十八分左右 屋主刚好回家 此时消防员破门进入涉水救火 随后控制火势 在十一点的时候火势完全扑灭 人生面积大约一百平方公尺 起火原因以及财务损失上 要等待调查 记者林杰峰一圈采访报道